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前幾天呢 台灣的小米突然宣布了要出這個 米加形色記錄器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基礎的規格 那它其實盒子上的標示沒有很多 它上面只有寫四個東西 行光頁是 碰撞鎖定 高滑質取景跟觸控按鍵 可能是因為這一把是以汽車的形色記錄器 為導向 所以它標示的都是一些 汽車行車記錄器的功能 目前看起來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然後尤其是它後面這個畫質的地方 它是寫1080 它連幾fps都沒寫 我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用幾fps在拍的啊 不過我記得我在FB看到有人問 然後他們是說用30 所以規格只有1080 30 好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 啊不是不是不是 雖然說規格上看起來好像有點差 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它開完吧 畢竟東西都買了 而且是還蠻新的東西 你就來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吧 直接就出現了 抓信頭嗎 哦金屬的耶 金屬的紙板 重量算是蠻輕的 也沒有裝電池的地方 可能是要直接解測充吧 看一下有什麼配件 爪米蘇 這個是吸盤板 然後這是什麼阿哥啊 看不出來這是什麼 哦這個是那個插點燃器的那個 對 然後有USB USB孔 然後它的線是 MicroUSB的規格 然後線本身是還蠻長的 後面有它的安裝步驟 安裝紀念貼 後照鏡附近 好這個是支架 好是直接插進去 哦對它直接很輕鬆 放上去就可以卡進去 然後有這個 USB線插在這個地方 這樣子 5V 1.5A 所以應該 哦Shit 這是有電池的耶 這裡這是電源鍵 長按3秒關機 短按開機 這好像不能觸控 應該是只有這四個按鍵可以按 不能和螢幕不能觸控 它是靠下面的這個按鍵 對 哦語音操作 兩個指令我要拍照我要錄影 現在是2019年的 等一下 4月17 4月17 3月53 好 好 可以了 好接下來就是插入記憶卡錄製 好我們去拿我們的記憶卡 側面是裝記憶卡的地方 那是正面朝一的這邊 格式化記憶卡 確認 好格式化成功 OK 畫質我們還是跟安裝我們要等之後才有辦法看到 那就先這樣子 我們來去車上看看安裝機器 好 同樣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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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想要下載它行車記錄器的影片的話 你要先開啟行車記錄器本身的Wi-Fi 因為它本身的預設是關閉的 所以你要下載要先開啟它的Wi-Fi 然後再下載米家的這個綠色的APP 進入之後右上角有一個增加裝置 然後裝置的左下角有一個出行車展 出行車展按下去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個米家行車記錄器ES 點進去之後呢 然後就可以準備來新增你的裝置 然後這個時候你已經要連到你的米家的Wi-Fi 然後它就會找到 然後顯示已連線 這時候點進去 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現在拍攝的畫面 就像一般大部分的這種智慧型相機一樣 它就是直接看到 讓你看到它現在拍攝的畫面 那以上就是這個小米行車記錄器ES的開箱 然後它的售價是1785還是95塊吧 反正大概1800左右 然後說實話我覺得它也沒有到真正的很高CP值 因為小米之前出的東西都是很高的性價比嘛 比如說東西很棒 材質很好 然後又很便宜 但是我覺得這一款算是也沒有到爛 但是它就是剛剛好 就是它還算符合 這個價位應該要有品質跟就是畫質 因為它其實說實話像我剛剛說 它的畫質只有到108030 也不是說行車記錄器一定要什麼 4K30 4K60 但是108030以2019來說 我覺得這個科技算是有點太落後了啦 就是不過畢竟它的價格很不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可以體量 而且實際上108030在這台機器上面的表現 我覺得也算是蠻好的 在很多暫停的畫面上都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車牌 然後缺點像我說的嘛 它雖然說標示說 它是一款夜市還蠻厲害的機器 在晚上可以拍得很清楚 但是實際測試後發現 在地下道或者是切入 就是白天進入晚上的這個畫面上 還是有比較明顯這個斷層 然後進入到黑暗之後呢 它的畫質就像我說會大幅的下降 然後噪點會提升 然後車牌會 算是會比較看不清楚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長時間 然後晚上開車或是行車的這個需求 我是不太建議買這款實際測試 那如果你都是白天或是 太陽下山之前在外面開車的話 那絕對是沒問題 這款的畫質覺得是OK的 然後它的收音也很清楚 安裝也很簡單 只要貼一個緊電貼 然後擦乾淨吸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布線就是一樣嘛 它那根棒子就是拿來讓你把電線 就是敲進去你的那個 汽車的那個內裝裡面 然後你還可以用Wi-Fi APP下載 也算是一個蠻好的功能 算是蠻對的其他價錢 有沒有 好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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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